你說坐十個部門在這裏 你以為你們涵蓋的部門是二十三個 那那十三個在哪裏 這裏是不是阿謝主席告訴你這裏態勢不夠坐 二十三個部門 所以才會產生這個問題 第一 你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你有什麽能力去叫其他部門做事 所以你一定是要找一個高一級的人 要是政務司 要是特首找個人 或者是阿謝偉俊不做議員 叫他去做那個 就是小數族裔權益委員會 就是用你們那個平台 根本就叫不到二十三個部門 你以為你是韓信嗎 你不是韓信 韓信就說這個多多益善 韓信點兵你多給我 不是啊 不好意思 你那個部門是清水衙門來的 除了DQ我之外也沒什麽厲害的了 或者用這個確認書不讓我去選之外 你不行啊 其實工聯會也有說 你不是說 喂大哥 你說你deliver不到嗎 其實你們09年立法 一年之後就弄了一個指引 做到現在八年 你的檢討很差啊 大哥 我們立法會不是我們 以前我參加那個立法會問過你兩件事 一夜就是問你 喂 你有沒有保持數據啊 沒有啊 大哥 沒有數據怎麽監察你啊 你都沒有擇成到相關的二十三個部門去保存數據 無數據何以問責 即是等於說他未申報完就怎樣問責 是不是可以生枝狗 這樣講得是第二樣 你幾時做了數據 醫管局就開始有指引 你幾時做了指引 不要說其他事 這個是2017年問你的 是不是 還有啊 別人問你檢討行政指引 可不可以拿上去 上網給人看啊 我檢討一下 說一說 都三年了 2014年 檢討行政指引運作 情況的時候 小弟仍然是醫院問過你 你可不可以上網 沒有數據 有資料不上網 那就是 陳歲夫都說了 真是歲夫 所以才是帥氣的意思 我覺得就不是很帥氣了 你幾時回答這件事 你幾時回答公聯會 你幾時回答 這兩件事 聞到認啊 哥哥